桂林離江水位暴漲 超出境界線水位近3米 水流急速、洪水道灌染沒附近的道路 受內地南方連日暴雨影響 離江出現26年來最大的洪水 桂林市防信應急響應提升到一級 主城區交通受阻 多區停電、學校停貨 消防員出動救生艇、搜救被困的災民 在興平古鎮救出多人 桂林火車站嚴重水浸要停運 乘客要改去桂林北站上落車 福建多地同樣受暴雨影響 單計上行員已有8萬7千人受災 最嚴重的龍岩溪口鎮 有15條穿室去聯絡 山泥傾射當地205條道路中斷 水電設施損毀 國家財政部撥出9億多救災 中央氣象台預計廣西未來幾日雨勢減弱 反而長江中下由一大周末降雨增多 貴州、安徽、江蘇、湖北等地都有受災風險